关于脑梗,就是脑部血管得不到血液滋润,导致大脑直部组织细胞坏死,病变,快速衰老,进而让大脑停止运动一种严重性疾病,但临床医学发现,脑梗的发生与低密度之蛋白升高,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,它才是导致脑梗发生的幕后推手。 低密度之蛋白是什么?为什么说是脑梗的幕后推手? 低密度之蛋白,是一种原的胆固醇,进入外周组织细胞的脂蛋白颗粒,本身无好坏之分,但一旦被氧化成氧化低密度之蛋白,尤其是浓度过量时,会使血液变稠,在血管壁上形成小斑换,逐渐堵侧血管,使血流变慢。 低密度之蛋白升高发生在脑血管,脑动脉硬化斑坏形成,就会堵塞血管,导致脑部供血,供养不足,也发关心病和脑促中等心脑血管疾病。 更危险的是,不稳定的斑坏破裂或脱落,会在短时间内堵塞血管,导致急性心肌梗死或脑中风,危及生命。 因此,低密度之蛋白是脑梗的幕后推手,而降低低密度之蛋白,是预防脑梗有效手段之一。 低密度之蛋白正常值,青年人平均约2.7毫米尔,每L105毫克每D。 中老年人约3.1毫米尔,每L120毫克每DL,大于4.14毫米尔,每L160毫克每DL为明显增高。 因此,如果检查发现报告单上的,低密度之蛋白值高于正常值,尤其是高于4.14,一定要引起重视。 说明体内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,必须及时降低低密度之蛋白。 低密度之蛋白高了怎么办? 菜市场卖两种食物,一起煮水喝。 降低密度之蛋白很有效,消除脑梗引坏用食物来咬血管,防脑梗,降低低密度之蛋白,是完全可以的。 这里主要推荐两种常见的食物,鸡松绒、露笋。 它们被称为血管的氢道夫,低密度之蛋白的克星。 一、鸡松绒,鸡松绒含有核酸、鸯油酸等药用成分,能有效清理人体血液中的垃圾。 防止人体血清胆固醇在血管壁的沉积,抑制或氧化致至胆固醇的生成。 对脑梗、心肌梗死和动脉周样硬化的预保和辅助有良好的保健营养作用。 二、鸡笋,鸡笋含有卢丁、天门冬腺癌等物质,具有增强毛细血管弹性、降血脂、降血压、扩张动脉、增加动脉血流量等作用。 另外,鸡笋中的芸香肝成分,还常被拿来作为防治与毛细血管催性和渗透性有关的疾病补充药物。 鸡松绒,鸡笋怎么煮水喝,熬一煮成鸡松绒鸡笋也不过, 中医食疗向来讲究相依的章、相互增益。 古人在千金方有利用这两种食物的食疗方,鸡松绒鸡笋液,将传统脑主工艺与益生菌发酵技术相结合, 萃取食物中的各种营养物质,如咳酸、亚油酸、鲁丁等活性物质,使得成本更精华。 医生菌发酵没几后,人体吸收更直接迅速,坚持饮有机松绒鸡笋液,可清理血液中的垃圾,降低密度质蛋白,增强血管弹性, 对脑梗、心梗和动脉硬化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辅助都有很好的作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